大如朱熹曾向学生提问 买东西为何要叫东西而不是南北 众人议论半天给不出答案 最终竟被一小孩一语道破 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买东西这一说法的背后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故事还需要从朱熹生活的时代说起 朱熹是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 其父朱熹十分注重培养他学习 早在朱熹五岁时便被父亲送入学堂 小小年纪的朱熹好学且聪明 六岁时便对世间万物有了无数好奇心 其父在时便苦苦追问天地奥秘 追问的连大人也回答不出来 见小儿如此好学明显聪慧于常人 相传朱熹因此去求人算命 欲询问朱熹日后是否能有所大作为 而得到的回复是 生个小孩便是孔夫子 见算命人给出的评价如此之高 朱熹喜出望外 此后更是注重培养儿子朱熹 只可惜朱熹早逝 未能见到儿子成才的一日 临终之前将妻儿托付给好友照料 其好友刘绵子等人皆是道学家 年仅十岁的朱熹 在父亲遗众好友的影响下 也渐渐开始研究起道学 且日后所成皆优于父亲的好友 他对道学理学的启蒙便开始于此时 早年丧父之后 朱熹更是明白 欲诚大事只能靠自己了 于是更加用功读书 钟儒愿在十九岁时考中进士 开始踏入了仕途 相传在参加相供时 朱熹便是以佛学禅学入选的 早年在学习之余还接触道学 无意味他增添了更多优势 步入仕途之后 朱熹为辅助治国 救国救民想尽了办法 他主张办学堂 后风俗 培养好学勤奋的学习氛围 他的思想也随着政治而变动 到了少先二十八年 朱熹认识到举国上下 求佛问先的思想已过于兴盛 反而更少人能够脚踏实地的生活 于是走上礼学之路 上书劝见皇帝 反佛尊儒任贤修正 围观多年 朱熹不在于职位晋升 到了后期 更是立主发展礼学 为此呢 他办了许多学堂 到了宋孝宗时期 朱熹修复了白鹿洞书院 在那儿开办学堂 招来了许多贫穷学子 亲自为他们讲学上课 就在一次课堂上 见学生被路边经过的小贩吸引 朱熹灵机动提出了个难题 为何是买东西 而不是买南北 堂下的学生都不过十来岁 见识过商贩邀和卖货 也见过焦急的热闹 但至于为何是买东西 还不曾有过仔细的思考 一阵沉默之后 一个十岁小孩举起了手 他的回答 却令朱熹十分意外 原来 小孩认为 东西南北中 正是对应金木水火土 南北所对应的水火 非可装之物 火会烧掉篮子 竹篮打水也是一场空 而东西 所对应的金木 恰恰是可以篮子 所可以承受的 于是 买东西 才是可行的说法 见小小年纪的孩童 懂得用五行来解释 朱熹十分欣慰 五行学说 早在秦汉时期 就被广泛运用开来 直到现在 也有一定的用途 南宋时期的小孩童 便能用五行来解释日常生活 也是十分了不起了 而买东西的固定说法 其实除了与五行学说有关系之外 还与古时候的市场布置有关 早在远古时期 以物换物的交易方法开始兴起 随后逐渐形成即使交易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草市的出现 使人们之间的交易更加方便 六朝时期 有了专门管理草市的草市卫 使商品经济的发展 有了更规范的管理 到了唐朝时期 农村商业的发展 使得草市的规模更大 即便到了混乱的唐末五代时期 草市也未曾因战火而结束 虽然在古代时期 抑制商业发展 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 但不可否认的是 商品经济的出现与发展 打破了只靠天吃饭的 唯一农业模式 对于时代的发展 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了更好的管理集市 历朝历代 都曾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 在严格的管理之下 市的分布也极其复杂 正如木兰提夫 从军前的准备一样 为了买其出征的物品 甚至跑遍了东市西市 南市北市 才能买来骏马 安剑 配头 长鞭 到了唐朝时期 市场的分布更有明确的规定 都城长安外城 有着大量的城门 朱雀大桥贯穿南北之后 长安城也被划分成了 明确的东西两个部分 因此 人们上级市时 也确实是走向东西 久而久之 买东西的说法 也就自然而然的应用开来了 作为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朝代之一 唐朝都城长安里的说法 也成了惯用严用的说法之一 只是到了两宋时期 东西式的结构有了改变 以至于生活于南宋时期的人们 反而对买东西的说法 产生了困惑 两宋在历史上得到的评价不一 这是个极为复杂的朝代 既在军事雷弱 是在经济上领先世界 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两宋时期 原有的市场制度 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于是 朝廷便逐渐取消了 对市场的严格管理制度 在时间和空间上 都打破了一定的限制 当购物无需再遵循东西两室时 生活于南宋时期的百姓 对买东西的说法不理解 也就情有可原了 且古代的建筑大多是南北朝向 在此基础上 市场位于东西 也是极为正常的布局 诸锡课堂上 以五星学说来解释 买东西来源的孩童 也确实提供了 另一个更为出色的解答思路 商品是有形之物 在五星学说上 买东西便更胜于买南北之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买东西的说法能够沿用下来 必然有其道理 无论是因市场布局而成 亦或是五星学说而成 都有它的一番解释 对此 朱锡本人必然更偏向于理学的说法 作为古代理学籍大成者 朱锡的理学思想贯穿了几个朝代 在宋朝众多文人末课中 以朱锡在学术上的造诣最深 他建立起来的庞大理学体系 使得宋代理学更上一层楼 后期还会尊为官学 可见朱锡理学思想影响之深远 其本人也被公认为 可与孔子并提之圣人 视为朱锡 在朱锡的理学思想中 知与行的关系被认为是知先行后 他认为思想不能只停留在空谈的程度上 先知之后应当以行为重 他后期开设学堂 为年幼贫穷的学子讲学 问其买东西的来源 这等封建科考无关的问题 也是在鼓励学生 走出课版的书本与学堂 去真正实践知与行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只会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思想 在当时还是十分先进的 然而 朱锡本人虽思想受尊崇 于如今的眼光来看的 也存在一部分不可接受的部分 如其广为人知的 饿死是小 尸节是大之说 理学思想下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 终究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在教育方面 朱锡认为 小学儿童置识未开 思维能力薄弱 想必他在学堂中 问其如此难题时 也没有预料到 竟有十岁孩童 能给出如此有见解的答案 在朱锡的教育思想中 小学时期只需学其事 懂得基本的文化知识技能即可 至于探究事物的之所以然 留到十五岁之后读大学 再去探究也不迟 从初识到探究 需要一定的过程 而必然不可一蹴而就 如此说来 十岁的小学孩童 也确实颠覆了朱锡 曾经的教育思想 实为可塑之才